我们必须要学习并且教授认拜阿拉独义的信仰 我们实践认拜阿拉独义的信仰 必须要宣传 因为认拜阿拉独义的信仰是第一个主名 是比礼拜更先的主名 宣教有五个条件 首先要忠诚于阿拉 第二点要有教法的知识 第三是要智慧 也就是要遵循先知的教导 第四点是要知道被宣教者的情况 第五点是要忍耐 在宣教的过程中要忍耐 今天是要是居住的 今天是要宣教的 人论 人员 人员 在宣教中 人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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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